兄弟姐妹们大家好 这个视频主要就是给大家报个平安 因为我现在来到了原始社会 这里没有网络 然后也没有电 哎,干啥呢这是 哎呀,行了,晚一会儿得了 就开始撒花了 撑一身土 给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叫党领村 位于四川省甘自州丹巴县 边尔乡党领村 就是这样 然后不是这个地方原始 是这个地方昨天停电了 然后唯一的信号塔基站 没有了没有电 所以说没有网络 这个秘境昨天探的实在是太曲折了 因为昨天我就来到了这里 一直他们这里在修路 修路然后 那条公路它是有限时放行的 晚上六点半才放行 但是我在这里附近 它是因为它大山里嘛 我在这附近搜索 走了很长地 很多地方 也没有找到有网络的地方 所以说昨天没有更新视频 可能会有很多网友担心黑牛的安全问题 所以说现在黑牛很安全 我和黑牛都很安全 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就是没有网络 无法更新我现在的这个状态 给大家 今天天气还不好 为什么要来党领 而且是党领 它这里有一个叫葫芦海 比较圆生态的一个地方 一个湖泊吧 所以叫葫芦海 然后它这里还有天然温泉 它这个天然温泉的话 徒步从党领村 从这个党领村徒步 要走一个多小时 才能到这个温泉 然后那个葫芦海 要翻过山 大概徒步要三个小时 快的话也要两个多小时 才能到葫芦海 然后再往回走 折返的话需要六七个小时 才能折返回来 今天天气不是太好 你就干啥呢 又开心了是不是 我这牛 哎呀哎呀 你瞅着灶的 一打一身泥啊 行了行了 啊 要 要 哎呀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七点 给大家飞个无人机 用无人机看一下 这就是高原河流 这个就是从那个远处的雪山 冰雪融化 然后有一条河流 这河流就是这样 非常清澈 非常凉这个水 火正在这里飞得起劲的时候呢 发现黑牛没了 完了 黑牛跑丢了 黑牛 哎呀 黑牛 快过来快过来 完了过不来了吗 这半洋孩子瞎跑 是不是过不来了 没了没了没了 这底下就是这么悬崖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呢 啊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呢 这底下是悬崖呀 大哥呀 你真是不给我省心呐 这咱俩掉就不通过于尽了吧 慢点慢点慢点 看看从哪想不想 你说你跑这里来干啥呀 咱俩掉就通过于尽了 啥啦啥啦 我看从哪过去 别动别动 现在干脆过不去了 走 完了这回 看你怎么整 下面就是悬崖 下面还有这么远的上去 了 就啊 过来 过来 现在我还过不去了 往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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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还下不下来了 你也太不省心了吧 黑妞 好了 你说此时此刻我是打你还是 还是打掌 哪你都敢去 叫丢了吊小牙里谁管你 都怪我 怪我失误 你看 还有心打滚 哎呦 一眼照顾不到 行啊 洗洗身上的呼吸 沉吧 土 还好有惊无险 我这飞无人机的时候 他跑了 他跑到小牙里边去了 我走那我给你拴那 还放飞自我 还自由 我就不给你自由 那丢了看一下 看哪正自由的 党岭风景区 我现在就是要去党岭风景区 然后 现在我按照那个导航到了 但是进不去 白跑了 一百多公里 这块封着呢 不知道能不能过去 大哥你好 那个 党岭是从这里走吗 能进去吗 不得 不让进啊 下午 下午 几点可以进 六点半 六点半就可以进去了 那个 这里有那个什么 那叫什么海啊 还有什么 葫芦 葫芦 还有什么那个温泉 那也是 得是 六点半才能进去 现在这里边的修路 走到那个党岭村 大概得需要多长时间 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 那行 六点半啊 好 谢谢啊 看你咋整这回 还进不去了 高度得六点半 现在是两点 而且这里现在是 没有网络呀 什么移动链桶 小铃桶 通通都不通啊 没有办法 我不能在这里等到六点半呢 六点半 哎呀 我现在就要和黑妞 不能在这等的 这也没有网络 如果有网络 还可以 我可以在这等的 那现在就 我和黑妞找一个有网络的地方 然后找一个父亲好的地方 待一会儿 等到六点半的时候 我再去 要不然的话不用白来了 这个 千里迢迢都来了 还差 几十公里就到了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不进去 那就 有点可惜了 听说党岭还有温泉 想去党岭泡泡温泉 那就我和黑妞先来换个地方 再找一个有网络的地方 然后看看往这里走走 从这里哪有哪有网络 走去城 总算找到有网的地方 这叫二道桥村 不许走太远 不许上路 正好这块有网 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是怎么走错路的 你看两个导航有两个不同的 导航党岭 这是高德 其实直线距离就14公里 但是你看它要走多远 看到了吗 要走326公里 10小时12分钟才能到 这就是党岭 然后早上出来的时候 我就用了 我就用了百度 过来黑妞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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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我就用了 我就用了百度 百度党岭 那他给我的 他给我的方案就是这么远 就是8公里 导航 导航即将开始 安全半年同行 他俩 8公里 到百度8公里 然后高德是300多公里 就到同一个地方 早上我从墨石公园 就导航 然后我先刚开始用高德导的 高德就是跟现在的一样一个状态 导航是190多公里 然后需要8个小时 我就没用高德 然后我用百度一导 百度告诉我170多公里 好像用14个小时 然后我就信了百度的 结果呢 到这还是寄不去 其实这个党岭啊 它位于四川省甘字州 丹巴县的党岭 那叫边尔乡党岭村 是这样的 然后 在高德 高德要导航的话 他就给你导到那个 道福县 然后从道福县绕一圈 才能绕到党岭 所以说它两条路线就不一样 我和黑妞现在暂时在这休息一会儿 然后等六点半之后去党岭 今天暂时的话 我和黑妞只能在这里待着了 因为这里有网 我现在已经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就网络显示四季满格 但是假的 网络不可用 没有网络耶 我在这四周啊 走了好多地方呢 也没有找到有网络的地方 显示四季满格 但是就是没有网络 假的 这下可好 没有网络 路也不通 就活活的把我憋在这里了 哎呀 我又一次来到了这个路口啊 下去吧 下去看看 跟那个大哥商量商量 看看能不能让我提前进 这点有啊 丹巴县党岭景区旅游公路建设工程 2020年4月25日至2020年9月30日 每天上午8点至下午19点实施管制 下午上午6点至8点 下午17点 19点至21点 这就是有时间段放行 到9月30号 这段路能修老长时间了应该 给大哥整个烟绸看看 嘿嘿嘿 干嘛 你在车里待着 我看这路得修到9月30号呢 这全长多少公里修这条路 多少公里啊 啊 修进一共二十公里 一共二十公里 嗯 修进一共二十公里 但是这直接修到修到那个党岭 党岭那个村里 嗯 才过 过来党岭村 嗯 过来党岭村 啊 修进一共 得修到9月30号 十月一才能通 才能正常通车啊 通车是 这是连路通车的 通车是 路不好走 路不好走 哦 里头都是那个不好的路 哦 里头都是那个不好的路 给的公报的 叫那葫芦海 离这还有挺远吧 葫芦海还走一起 那边路好走吧 要走路 要走路 要走路过去 嗯 啊 车子轮不到的 车子只能到那个党岭村 党岭村还过一点点 当党岭村过一点 嗯 然后之后要走路去那个 走路大概有多远 不小心他们 有妈妈 有有马 可以租妈妈 哦 租当地老乡的妈妈 租当地老乡的妈妈 租当地老乡的马进去 嗯 他们牵了 哦 不让进来 这家憋的 这憋的是相当难受的 主要是没有网络 哎 路不同 倒可以随便找一个地方呆 但是这没有网络不行啊 啥也干不了啊 现在只能等等等啊 我也不能开出去 都来了你说呀 哎呀 这个秘境探的有点 有点 有点 曲折呀 再等等 再等等 再等等吧 你说这家 头快送帽子 你就是 这你给我身上趴着得劲呢 啊 你得劲的 我可难受 这家50多斤 往我身上一趴 多了成 前边还有一辆车呢 前边这辆车是那个 兰州的 也是来这党岭玩的 不知道这党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听说是自然风光很美 但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 一会儿进去看看吧 我估计今天 今天啥也干不成了 这一路 封路 没网络啥也干不了 就在这等着吧 一会儿不知道进村里有没有网络呀 只要没有网络可傻了 啥也干不了 唯有睡觉是最好的选择 是不是牛 刚才你是不是亲我了 你再亲我一下 就来了 睡觉吧 你也睡觉吧 好吧 咱俩一起睡觉 然后等 等待着啊 等待开门 现在几点了 哎呀 六点十分了 终于可以过了 啊 就想看点风景也来之不易啊 我到底要看看这个党岭 到底有多么 多么好 只想要如果要不好的话 这不 白浪费我 这经历了 希望不许此行啊 想来党岭玩的朋友 说谨慎呢 一定要注意了 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这条路要是全通 全线怪不需要10月1号呢 9月30号才可以通 现在等待修路状态 哈哈 这路太霸气了啊 不知道这个党岭有没有那个 错卡湖美啊 如果有错卡湖美 这说明来一趟还值得 要不然的话这也太可惜了 哎呦我的天啊 这路都这种状态呢 你就别给这儿建了 行不行我得妞 啊 这咱还给这儿建的 哎呀呀呀 你这是真是 粘人不分石头啊 啊我得妞 就这路况你还给这儿粘人呢 晃着脑子 不给你脑子给你晃 给你晃着好了 晃迷糊了 哎呦我的天 完了这车干底盘上了 快点 这考验车技的时候到了 这车技不好都过不去 完了完了他车 哎呦呀呀呀 完了 看他车能不能过去吧 看他车能不能过去吧 要要过不去啊 他这车也是后驱的 完了过不去了 完了过不去了 这是 过去了 这我怎么过呀 这不开玩笑呢吗 哎呀这一路太艰辛了 完了 完了 哎呦我的天了 哎呦我的天了 这也还给他等我一会呢 完了前面是不是过不去了 这个看底盘呢 肯定都刮上了 这前面能不能过去 这前面能不能过下来 哎呀 啊 底盘一顿刮呀 金光一顿刮呀 过不去了吧 不好过呀是吧 这来的早点 来的早点醉 咋不刮 刮底盘 你底盘蹭上了没 你蹭啊 蹭上啊 我也蹭上了 我看底盘高的就蹭上了 来往后去扭 这党岭 这都不来好了 你都说探个秘境来玩容易吗 这好车都得心疼 这个党岭这条路啊 应该是我国最后一条通公路的村了 前几天看新闻说 凉山州是最后一个通公路的一个村 其实远远不止啊 这这还有没通公路的呢 而且还是一个很长的一段距离 按理说 哎呦 按理说这这条路应该早就应该通通通公路了 水泥路 而且还是一个旅游旅游景区 怎么能不通公路呢 哇 这家早破 我就下来看看 啥意思 嗯 嗯 这样子那个村长水基 啊一个人要收二十块钱啊 嗯 这个 然后里边还收钱吗 嗯 这个人要收钱 一个人二十块钱 嗯 一个人二十块钱 嗯 然后 然后 那里边还收不收了 不是不收 泡温泉收不收啊 不是不收 去那个葫芦海收不收啊 没有三十块钱零的 好好好 谢谢啊 好好好 每个人进来收费二十 哎呦 这太阳太大了 然后 什么泡温泉呢 其他都不花钱了 其实进村花二十块钱一个人 但是我还没给钱呢 我先我先舍子 哈哈 这 这还还可以先舍子的 一会儿到书记家去 哎呀 这就是书记家 今天没有没有电呢 下午来吧 一会儿一会儿能来电吗 嗯 嗯 谢谢喽 正好是吧 嗯 正好喽 这儿有个牌子嘛 嗯 你这儿过去有个牌子 牌子 温泉是一个牌子 哦 你们去温泉是吧 对呀 温泉 葫芦海 嗯 今天多温泉 今天就 温泉离这儿远吗 温泉一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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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一个多小时 走路一个多小时 哦 来回六七个行驶 那就是必须人子往 面条多少钱一份呢 二十 给我做一份 啊 给我做一份面条 哎呦我的天哪 这长床都干翻了 哎呦翻翻嘛 今天辛苦了 多来点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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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